老赵 老赵 是不是该吃早点了 我找到了 你找到拷贝文件的记录了 没有 不过 你的电脑之前没有装监视软件 所以根本没有文件拷贝的记录 但是 对方在文件拷贝走之前 一定会先打开确认一下 那样就会在 拷贝文件夹里面 生成一个 访问过文件的快捷方式 但是我从头到尾翻了一遍 根本就没有那个被泄露的文件 而且系统日志里 连优盘拔插的记录都没有 显而易见 他把所有的操作记录 全部都删除了 我还有一个办法 你看啊 我们可以查看这个文件 最后的访问时间 你看 2017年4月17日 我拿到这个文件 都已经是2017年的7月份了 怎么可能最后访问时间是4月呢 没错啊 所以你的时间根本对不上 而且你看这个文件 它自己的时间线都有问题 访问时间2017年4月17号 但你看创建时间5月24日 这不可能啊 访问时间比创建时间还早 这不见鬼了吗 所以就说明它更改了文件的 最后访问时间 说明对方是个高手 搞个屁肖 在我面前它什么都不是 连时间逻辑都不对 而且它还漏了一点 更改文件的时间属性 需要用到 File Time这个软件 所以系统安装这个软件的时间 2017年7月30号 晚上的18点28分 就是它更改系统属性的时间 也就是它把文件口碑走的时间 老师 你想想那个时候你在干嘛 我 我在 我 我 我有办法 我有办法 女一号和女二号 因为女三号吵架了 男二号要买一个 这是我老账人的日记 我用来回应用 那 男一号 男一号是他自己 他奉我当男二号 7月30号 7月30号 女一号与男一号相约 午夜喵喵夜店 互素终强 深情共悠 又一次爱上彼此 人生如酒 每一滴都是醉的 人生如是 每一滴都是生动的 人生如是 每一滴都是生动的 人生如是 每一排都是月的 总是 男一号和女二号 和男二号都出现打乱了 那美妙的夜晚 那 不和谐 就是指你和嫂子 对 那天 我以为爸妈要离婚 我就拉着灿烂去了 午夜喵喵找他们 后来他们没事 还在跳舞 我们喝了点酒 后来就送他们回家了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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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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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电脑 你这不羞着呢吗 不是这个电脑 老婆是你的电脑 我把它落在公司的办公桌上 没事 明天上班再说吧 不行 不行 我还是觉得 拿回来我心里比较踏实 我想起来了 那天直到凌晨一点 我才返回办公室去 取回了我自己放在桌上的电脑 那 那 那你是什么时候把他放到那儿的呢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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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那天 那天灿烂和梓彤他们约了一个专家 去谈事情 后来专家的电脑进水了 后来灿烂给我打了电话 让我赶过去 当时我就把电脑放在办公桌上 对 当时 当时宇宙在我的旁边 当时应该是下午五点左右 文件被拷贝走是十八点二十八分 那你刚走没多久啊 那天公司的烟雾报警器报警了 柳丁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是什么情况 你 你有印象宇宙在干吗 报警 我想起来了 余总那天没走 他一个人留在办公室了 因为 就是他让烟雾报警警报的警 这个是我帮你做的自动打点程序 你只需要把它插在你的巡逻棒上 以后半夜里 你就不用到处跑着去打点了 谢谢少哥 别客气 别客气 我也有事想请你帮忙 你能不能帮我查询一下 最近这几个月咱们园区的火警记录 没有什么没回答 有什么这是 你只要网友 我们这么个烟雾报警 后但他遇到自己的血 你叫我 benefit 赢�� 这几个月 passiert 不不發 相论 输酒 行 被冻row tello 有一个烟头 然后他就趁着乱拿了你的笔记本 然后就拷费了那些数据 然后由于数据做失业者联盟 最后还陷害你 可是你俩不是朋友吗 他为什么要陷害你呢 我不知道 也许 也许是因爱是恨吧 你这么说不对 因爱是恨那我还爱你 你 你什么意思 我是听别人说 你经常在IT公司待久了吧 都会不由自主地 关注你身边的人 柳丁想不到你 你是这样的柳丁 你终于还是迈出了这一步 所以 所以你现在是要跟谁表示 还是要宣布 不是的老赵 我的意思吧就是 我觉得你 写代码的时候那个样子 特别特别地帅 我就是想成为你那个样子 这话我信 可以理解 老赵 现在真相大白了 你打算怎么办呀 我只能自证清白 我不会去纠缠其他的 不会吧 你要放过他呀 他偷了你的资料 害得嫂子差点丢了工作 还跟你闹离婚 你再看看他 名利双收的 你就一点都不生气吗 你不觉得恶人该有恶报吗 第一 宇宙已经准备好了 我去找他 他该怎么办 但是 他并没有准备好 我不去找他 他会怎么办 第二 宇宙非常希望看到我跟灿烂不合 他也准备好了 看到一出好戏的上演 但是 他并没有准备好 这出好戏不上演 他该怎么办 而且啊 我现在再去找他 只会牵涉到更多的 失业者联盟里 被泄露身份资料的人 那样的话 又会牵涉到灿烂 那我不去找他 你看 宇宙是不是会比我 更加地生气 更加难受呢 所以啊 柳定 有时候做人做事的道理就是这样 你对一个人最大的蔑视 不是告诉他我看不起你 而是 我根本就不去看他 来 赵哥 我觉得你这个脑子 我十辈子都赶不上了 可是我还是想搞明白 他为什么要陷害你呢 我也想搞明白 也许只要给他更大的利益 一切 就都会水落石出的